今年的国庆党分外热闹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三部大片接连上映 引得不少网友指呼要住在电影院了 由吴京主演的攀登者 更是让大家期待万分 129月28日电影点印开始后 攀登者的口碑却意外崩盘了 电影被吐槽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这三点 首先是攀登者中的感情戏太多 观众本来以为走进电影院 看到的是登上珠芬的热血故事 结果吴京和张子怡登山时 也不忘谈恋爱 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景博然的感情线 网友调侃 攀登者应该改名叫雪山双死恋才对 第二 电影中大部分主演的对白口形对不上 在大萤幕上看着十分不舒服 严重影响观影体验 第三 影片的剧情态混乱 后半部分节奏不对 导演李仁港的能力备受质疑 他的上一部作品是 豆瓣评分4.7的影版盗幕笔记 这次李仁港 似乎也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水准 网友吐槽遇到这么个导演 真是可惜了五金 虎哥 张子怡 五金的滤镜都救不了攀登者